当地时间今天早晨6点15分左右 数名袭击者在一个招待所大门处引爆了汽车炸弹 这处招待所中居住的主要是在阿富汗国际机构工作的外国人 文讯赶来的阿富汗安全部队人员 立即与袭击者展开枪战 交火持续了数小时 最终击毙了5名袭击者 袭击事件还造成7名阿富汗平民死亡 17人受伤 伤者中包括10名儿童 阿富汗塔利班发表声明宣称制造了这一事件 以抗议昨晚美国总统奥巴马突访阿富汗 塔利班还宣布将从明天起 在阿富汗境内发动代号为阿尔法拉克的春季公式 旨在打击外国侵略者及其顾问 合同商以及其他所有在军事和情报上 阿富汗 提供人 养 threatening 明了 if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